陳寅俊 友愛者 林俊吉 高精偉 顧茅維嘉 他們都來自於位在新北市的能人家商 他們的共通點就是都有非常右翼的後衛能力 今天我們一起前進能人家商 了解他們是如何一步一步培養眾多優秀好手 成為眾所皆知的高中傳統強權 哈囉大家好 我是Morris 那我們現在人在的是能人家商 想要訪問到的是能人家商的教練 李正豪 好哥 嘿 主持人你好 可以談談一下歷年能人的後衛 為什麼在職業端都可以打得入獄得水 你覺得能人有什麼不一樣的訓練嗎 訓練上我相信大家的訓練模式都差不多 但是我們比較特別是 我們會針對後衛群這一方面 會有比較多的一些關聯的灌輸 訓練的時候會特別針對我們的後衛 處理球或者是一些攻守轉換 特別去要求他們 通常我們都是在訓練當中會 對個人的能力開始 從一對一開始 他們的應變能力上會來的比較好一些 對 除了開頭提到的球員外 黃鴻翰 簡佑哲 劉仁豪 謝亞軒 丁冠浩等人也出自於能人家商 他們也有非常優秀的籃球諮商 高中時期的訓練也為他們打下非常好的基礎 那在高中端因為我們知道說要培養球員的所謂的決策能力其實是蠻困難的一件事 因為可能節奏是偏快 其實能人的後衛在場上的打法都算是蠻刁鑽 是蠻有創意的 那球隊是怎麼樣去讓他們有這種觀念的 其實有一半也是靠他個人自己本身的能力比較多 我的教練這名教練他在帶隊也是將近二三十年 在經驗上是很豐富的 所以他都是不斷的提醒 尤其針對後衛群這方面 他都是不斷的告知他們在場上遇到這些狀況的時候的應變能力要怎麼去處理 我們有一半的後衛都是原住民 他們在敏捷或者是協調性方面都比一般的球員來的突出一些 一直在講說有些能力都是他們與生計來的能力 對那我們教練只是灌輸他一些重要的觀念跟在球場上的一些經驗上這樣 能人家商最著名的就是學校的好漢坡 全長約50公尺 更是許多學長的夢魘 李正豪教練也分享能人家商的訓練課表 我們體能訓練其實一三五四是重量訓練 二四是主要的體能 清肺的跟肌耐力的體能 對我們主要體能都是以斜坡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的斜坡很陡 因為我們學校沒有操場 對所以要做一些心肺的東西會比較少一些 只能靠球場去做 對所以我們比較例外就是我們的有一個很好的斜坡 對那我們通常都是沖斜坡 沖大概10到15趟 沖完就是背人 然後從下面背到上面來這樣子 對還有背人這個環節 對還有背人這個環節 對其實應該有大概50公尺嗎 還是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40到50 對平常大概以前最多曾經練到大概多少 多少趟 最多啊 我來啦我來 因為我來這邊也快六年了 我最多是到20到25 對啊 那球員會有點就是吃不消嗎 你覺得 嗯剛開始跑一定的 但是他們只要常跑跑到後面其實就是酸 但是沒什麼感覺 如果他們認真衝的話其實跑個五趟其實就蠻辛苦 蠻有效果的 對 了解 近年學生籃球在外籍生的加入後引來不少討論 包含東泰高中高院工商等學校都有外籍生的加入 對此黎振豪教練也分享他的想法 加入是否贊同未來高中可能會有外籍生的加入 嗯其實也不排斥啦 對因為對於每個球隊來講會第一個戰力的提升 那第二個對於台灣來講的話也能夠提升我們的一些水準 我覺得當然我們也是希望如果有機會的話有外籍生的進來 因為我們球隊比較缺的都是高大的球員 那能人目前是有打算之後要找外籍生嗎 嗯我們是有想過但是目前因為資源上條件上 對目前還沒辦法讓我們去做這些 能人家商一直是許多國中球員所嚮往的學校 而這邊我也幫大家詢問能人家商招生時主要看的重點 那能人就是招生上會有什麼樣的評斷標準去評估球員呢 嗯通常我們看他是身體素質 對他的爆發力他的敏捷性 當然我們一直在招收球員都是看他的腦袋的靈光 等於是對球場的解析啊 對理解能力很重要 對所以我們招生都是看他們在球場上的一些應變啊 或者是敏捷反應啊為主 進入能人家商後 近年包括尤愛哲孫其生王毅仲等人在經過球隊的培養後 都變得更加成熟穩定成為一名獨當一面的控球後衛 一個好的後衛在高中端需要多久時間可以養成 到我們這邊很多都是國中又基礎都夠 嗯對那我們都是修正他們的一些缺點 他們的觀念而已 對當然他們的天分都夠 所以我覺得驗收期都是在第三年 所以對我們來講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在招生的時候 對我們來講 我們比較在意的是控球這個環節 訪問完後也與正好教練聊到 近年能人家商也收到不少國中遺囑的球員 能人家商相較於其他傳統強效 是會固定去收取國中遺囑的球員 今年也收到來自於屏東宜蘭的遺囑球員 所以這幾年的招生因為我看也蠻有時候也有收到遺囑的 所以也會特別去遺囑看這樣 對會我們都其實家遺囑都會 因為會去看遺囑也是有利用到資源 像正名教員他很多資源 很多他們他的資源會去告訴正名教員有這個球員 讓我們去看一下是不是我們這個體系 了解 對因為我看其實蠻多就是可能 四強學校八王學校不一定會去找遺囑球員 對 比例上能人是真的比較多 對像我們鎮兵 基隆鎮兵國中也蠻常去看 之前還有找的就是宜蘭的中華國中 對也是遺囑的 今年我們也有收到中華國中一個 今年還有一個屏東的萬興國中 對也是遺囑的 遺囑跟假組你覺得有什麼差別嗎 我覺得訓練啦 主要是訓練量 還有個人的基本動作 對 假組至少還是比較要求 對要求上 因為畢竟他們訓練時間沒有到像我們這麼長 對 因為我之前也帶過明人國中 對所以我知道假組跟遺囑 國中的 國中的訓練端的訓練方式是什麼 對 明人也算蠻超的吧 對 也是 負荷量 體能上也是算蠻講究 蠻扎實 對 了解 下一部影片中我們也會與教練聊到 能人家商新賽季的展望 以及兩名球員的訪問 好那我們很高興今天可以訪問到 能人家商的李正豪教練 那我們影片今天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那我是Morris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突然回答 各位 delighted ony 有一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